特別主要你的ID不能有錯 像之前有同學ID裡面少一個減號 或者少一個什麼符號 或者多一個什麼東西 你反查就失敗 那首先怎麼查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資料 這個就是他的ID 這個ID在這個booking裡面的第一欄裡面可以找到 但在哪裡不知道 那怎麼查 很簡單 透過這個ID 因為他是唯一的 找到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在哪裡 就是他的什麼 哪幾欄呢 第H欄 第8欄 有沒有 跟第9欄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查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方式來查 很簡單 這個整個就是一個booking的一個總表 所以我就直接插個函數 然後用什麼 一樣用V函數 查什麼 查編號 所以大部分都查編號 去哪邊查呢 去這個總表 這個總表F3 他已經幫我叫做booking了 所以這個叫booking 這個booking裡面的 剛剛有講到 在第幾欄呢 第H是第8 第8 空一格第9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幫我把第8 的first name 先帶過來 然後找的話找0 有沒有 這有出現 如果你這邊有個叫Romeo 那表示你要OK了 沒有問題 你前面的那個ID是OK的 那再來的話呢 你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有沒有 複製完之後 中間加個空白就可以了 空白的話 就是and 然後 雙引號 空一格 或雙引號 and 再把它貼上去就可以 然後把這個後面改成9 因為它下一個欄位 就是它的 surname OK 然後呢 它的名字就出來了 全部查完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Rome number 它住哪一個 哪一房 哪一房在哪邊呢 其實好像第六欄 所以其實 這個公式還蠻簡單 自己補個等號吧 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上 那把它改成第六欄就可以了 有沒有打個勾 Rome number 找出來了 幾晚 幾晚的話呢 那不就是什麼 把checkout的日期 減掉check in的日期 所以這個是第五 減掉第四比較好 OK 所以就是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等於 把剛剛公式再貼一下 把它改成 第五 減掉 第四就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改成 第四 這五減四 Check out 減掉 Check in OK 打個勾 像在填滿 比較麻煩這個price price price在哪裡 其實price不在前面 因為它這邊裡面的價格 所以喔 如果你要找價格的話 你可能要到名稱管理員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什麼 lookout price 有沒有 就是 在這個名稱裡面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 點一下下方 它會參照到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如果要查價格的話 必須要給它 哪一個 飯店的縮寫 一個減號 然後再加哪個房間 就會查到 它的price 所以喔 我要查之前喔 一定要有這個格式 縮寫減號哪個房間 縮寫減號 我看一下 這邊也有縮寫減號 哎呦 前面這個前三個字就是 縮寫減號 再串這個分單 不就是 我要的那個什麼 我要查的資料嗎 所以喔 你可以先等於 把什麼呢 先插入laps好了 就是把你的編號 用laps函數 先抓前三個字 前按 所以這邊的話 laps 然後這個資料 編號裡面的三個字 然後再串接什麼呢 再串接 我們的 後面再加一個and 的符號 and 它的 編號 然後把它打個勾 這樣子 但是price還沒出來 再減一下 減一下到哪邊查呢 到v卵數裡面 就跟他講說 跟他 給他就是他要的這個資料 就是剛剛的這個 G1 一槓 然後 372 去哪邊查呢 去lookup price 所以F3 去那個叫lookup price 這個 這個名稱 然後 比對方 要拿 基本上幾籃 點一下這個 一籃 兩籃 所以把第二籃的資料 帶過來吧 OK 然後比對方式一樣是0 3800就出現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理論上好像應該 馬上就OK了 全部都查完了 再來的話 amount 就很簡單 就把他住幾晚 等於什麼呢 幾晚乘上 他的房價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什麼 他的最後的總金額 這樣子就全部查完成功了 那基本上 這個範例呢 前面是把多籃結合在一起 後面呢 再把編號的資料查過來 所以 一個是和 一個是分 所以其實常常用來用去 大部分都是資料的 和與分 或分與和 用來用去 如果你可以解決這個 分分和的問題 那很多事情就好解決了 第二個的話 利用那個編號的話 實際上也是把 一次爾當資料庫來用 有點像關聯式資料庫 OK 只是說 當然呢 我是覺得編號的好處是 他的 怎麼講 友善程度 會比其他資料庫 來的方便了解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這部分 再完成 所以 這個其實剛剛做的 就是 把第八欄 第九欄中間加在空白 再來就是第六欄 其實這個相關的答案 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在講義的第五十九頁應該也有 五十九頁 OK 這個 我們是九頁部分